在体育赛场上选择自己擅长的比赛项目 是每个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基本条件 然而也有些实力超群的运动员 可以在不同项目间无缝切换 反复横跳 甚至完成不同行业的梦幻联动 成为奥运场上的跨界英雄 奥运会历史上最强的跨界选手 无疑是美国运动员爱德华伊根 他是迄今为止 唯一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上 都获得金牌的运动员 他的故事堪称传奇 出身贫苦家庭的爱德华伊根 凭着刻苦努力 先后考入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律专业 求学期间他代表美国 出征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 成功获得男子轻量级拳击比赛的金牌 年纪轻轻就走向了人生巅峰 一枚奥运会金牌 显然并没有让爱德华伊根满足 已经成为一名律师 并年过三十的塔 决定再次挑战自己 于是1932年 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雪橇比赛上 又出现了他的身影 正所谓不会雪车的拳击手不是好律师 虽然他在比赛前只接受了三周的正式训练 却不可思议地获得了四人有度雪橇项目的金牌 又站到了冬奥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在二战爆发后 爱德华伊根又加入了美国陆军参战 并以上校军衔退役 最终于1967年逝世 结束了他传奇而精彩的一生 爱德华伊根在奥运会留下的金牌记录 至今无人打破 但勇于挑战的运动精神得以传承 激励着无数跨界勇士不断挑战自我 雅各布·塔姆斯被称为挪威的雪上和水上双重飞人 他于1924年首届冬奥会获得跳台滑雪个人金牌 又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与队友合作 获得男子翻船的银牌 差一点追凭爱德华伊根的记录 来自德国的女运动员克里斯塔卢丁 曾代表民主德国和德国 在三届冬奥会上取得速度滑冰项目 两斤一银一铜的夹击 这期间他还抽空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 居然收获了一枚自行车项目的银牌 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加拿大传奇女运动员卡拉休斯 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获得自行车公路赛和计时赛两枚铜牌 又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 获得了女子5000米速滑铜牌 四年后的冬奥会上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金牌梦 获得了女子5000米速滑的金牌和团体银牌 美国运动员劳林威廉姆斯 被称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 也是著名的跨界高手 她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子白米飞人大战中 以0.03秒的微弱差距获得银牌 转战冬奥赛场后 于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 夺得女子双人雪车的银牌 是历史上第五位 同时获得奖牌的跨界运动员 相对于100年前 现代运动的技术水平专业性更强 像爱德华一根这样 从拳击到雪车项目的超级跨界 已经非常困难 但总结几位跨界高手的经历 我们不能发现 雪车是深受跨界运动员 喜爱的项目 可是它和我们了解的雪橇 有什么区别呢 又可以给哪些运动员 提供跨界的机会呢 我们认识的雪橇 是圣诞老人发礼物的交通工具 也是孩子们冬天的快乐玩具 其实雪车就是雪橇的豪华升级版 因为它在传统雪橇上 增加了类似方向盘的机械结构 可以在滑行过程中随心调整方向和速度 因此也称为有多雪橇 这辆观赏性极强的超级跑车 可以说是冰雪赛场上最拉风的装备 雪车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瑞士 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便成为了四个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堪称奥运元老 我们知道现代冬奥会设置雪车 无舵雪橇和钢架雪车三个项目 它们有哪些区别呢 雪车因其华丽的外表早已深入人心 相比而言 无舵雪橇和钢架雪车就显得寒酸了许多 但不妨碍它们共同使用一个比赛场馆 只是赛道起点和驾驭方式有所不同 雪车雪橇比赛是在一个全长1.9千米 垂直落差超过120米的弯曲赛道上进行的 比赛的最高时速接近150千米 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还快 被认为是奥运会赛场上最惊险刺激的项目 在比赛过程中经常出现惊险时刻 因此所有参加雪橇雪车比赛的运动员 都需要佩戴包裹拳头的安全头盔 防止在翻车时受到伤害 雪车至少还有个铁皮壳子保护运动员 但它的老祖宗吴舵雪橇却毫无遮拦 他们的近亲钢架雪车更是光板一个 别说这俩模样还是有点区别的 无遮拦雪橇其实就是由最传统的雪橇改进而来 底部是锋利的冰刀 延伸出的弯形翘刃 可以让运动员躺着用腿部控制方向 圣诞老人有驯鹿来获得前进的动力 但躺平的运动员显然没有哈士奇协助 他们要靠什么前进呢 比赛开始时运动员坐在雪橇上 利用出发把手滑入赛道 并用双手撑兵给予雪橇向前的动力 因此无垛雪橇运动员的特制手套指尖上 密布着长4毫米的尖锐钉刺 就像蜘蛛侠的手掌一样 能够刺入冰面增加摩擦力 让运动员获得更好的初始速度 所以当无垛雪橇运动员和你握手时 一定要小心被刺倒 其实如果你注意观察运动员出发时的肢体动作 会发现它与皮滑挺运动的动作相近 都是利用腰腹和双臂的力量提供动力 因此皮滑挺运动员就成了雪橇跨界选拔的目标之一 他们具备相似的身体素质 能够更好地完成跨界转换 更好地驾驭无垛雪橇 当雪橇滑入赛道后 运动员身体立刻躺平 依靠双腿的力量来控制雪橇的前进方向 经过9区18弯后 全速滑至终点完成比赛 显然无垛雪橇是奥运会上 唯一能够躺着获得金牌的项目 既然大家都靠技术躺着滑行 有哪些细节决定着运动员的速度快慢呢 下面有请冰雪运动菜鸟中物理最好的 了不起的李永乐老师 在雪橇前进的过程中 运动员要获得更快的速度 需要克服两个困难 第一个就是空气的阻力 为了减小空气的阻力 运动员必须躺在雪橇上 将自己的脚尖本直 将自己的头尽量后仰 这样就可以减小迎风的面积 迎风面积小了 空气阻力就会变得比较小 其次是摩擦力 运动员在下滑的过程中 可以调整敲韧和冰面之间的一个角度 冰韧的底面实际上是倾斜的 那么运动员是可以调整 它与冰面之间的夹角的 那么经过实验和理论的研究 人们发现如果这个夹角是14度的时候 摩擦力就是比较小的 而夹角是在19度的时候 它比较方便于运动员进行控制 所以通过调整这个角度 可以减小雪橇和冰面之间的摩擦力 同时我们会发现 雪橇的敲韧前端是向上翘起的 这种结构也是为了防止和冰面之间发生碰撞 减小摩擦力 正是这些细微的变化 才在毫厘之间影响着比赛的结果 所以想躺着获得冠军 也是件困难的事 那么如果趴着会不会容易些 钢架雪车运动员 是面朝前俯卧在雪橇上 因此被称为冰上俯冲机 其实相对于躺着 趴着比赛的危险系数更高 这也是钢架雪车 几次被踢出奥运会的原因 直到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才稳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钢架雪车最早来源于 北美印第安人搬运货物的长雪橇 1892年一个英国人使用了一架 以金属材料为主制成的雪橇 这种雪橇被正式命名为钢架雪车 从那以后钢架雪车便跨界 成为了人类寻求速度与激情的工具 钢架雪车前后装有缓冲器 两侧有把手 底部由敲架和两根固定的滑铁构成 车体与人体形态贴合 在出发时 运动员需要先进行助跑 获取初始速度 因此一双带有钢钉的跑鞋 就显得十分必要 通过奔跑加速后 运动员一跃而上 腹趴在高速滑行的雪车上 下巴几乎要碰到冰面 需要依靠肩膀和腿部来控制方向直至终点 可见优秀的爆发力和发达的腿部肌肉 能够赋予钢架雪车最佳的初始速度 因此具备类似身体条件的田径运动员 自然就成为钢架雪车的跨界选拔重点对象 我国的冬奥备战队伍中 也有许多优秀的跨界运动员 耿文强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5年之前 耿文强还是一名成绩优异的跳远运动员 如今却成为国家钢架雪车队的队长 并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 他上演了钢架雪车项目 中国队冬奥历史的第一滑 2021年11月 在国际雪车联合会 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比赛中 耿文强发挥出色 以总成绩1分46秒04 获得男子单人赛冠军 这是中国在此项目上的首个世界冠军 完成了中国冰雪运动 有一个历史性突破 风洞是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 一种实验装置 它通过人工制造的可控气流 来模拟飞行器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 并通过测控设备和仪器获取准确直观的数据 从而帮助设计和优化飞行器的气动性能 是与速度相关的工业领域中 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如今它也实现了跨界 成为了运动员训练的好帮手 运动员专用的训练风洞 可针对滑雪 滑冰 雪橇 跳台滑雪等冬季运动项目 进行模拟测试 判断和优化运动员的身体姿态 检测和标定参赛装备的性能 从而帮助运动员不断完善自我 尤其适用于跳台滑雪运动员 真实的跳台滑雪训练 对运动员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巨大 运动员从坡顶到落地的过程 通常只有十几秒 而在空中的时间仅有五六秒 超强负荷下 一天只能训练十次左右 每天实际在空中的时间短得可怜 因此风洞的巨大作用得以体现 它可以充分模拟运动员 在空中的环境状态 给运动员提供更长的训练时间 极大提升了训练的效率 对于跳台滑雪运动来说 训练的重要内容是寻找 与空气阻力斗争的经验 既要在下降阶段克服它 又要在飞行阶段利用它 想要摸透空气的脾气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就需要李永乐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奥妙 我们知道在速度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 空气阻力占了总阻力的80%以上 因此在竞速腾空类的项目之中 抗风阻训练就成为了运动员的一项重要的训练项目 比如说在跳台滑雪的过程之中 运动员一共有四个阶段 那就是驻滑 起跳 飞跃和最终落地 在驻滑阶段需要把运动员的重力势能转化成动能 同时尽量减小阻力 为了做到这个目的 运动员会调整自己的姿势 他们会让自己的双臂尽量后摆 同时身体会蜷缩起来 这样可以减小迎风的面积 减小空气的阻力 而在飞跃的阶段 运动员会采取一种比较奇怪的姿势 那就是他的两条腿会将滑雪板形成一个V字形的结构 而这个V字形的结构可是大有讲究的 因为使用这种结构可以增大运动员的迎风面积 而一旦增大了迎风面积 这个空气会给运动员一个斜后方的力 这个斜后方的力又可以分解出一个上升力来 这个上升力可以抵消一部分重力 让运动员飞得更远 实现成绩的提高 跨界的训练方式 为运动员提供了成绩的保障 而体育场馆的跨界 则让北京的冬天增添了更多的惊喜 在冬季运动中 对抗最激烈的V字冰球比赛 甚至在冰球场上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可不是冰球运动员跨界成为拳击手 而是冰球规则允许的单条 当然赛场上合法打架的规则 只适用于部分职业冰球比赛 要求也极为严格 奥运会的冰球比赛中 是不提倡也不允许打架的 因为冰球比赛的速度与碰撞 就足够让人大呼过瘾了 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 据说是一位在加拿大的英国留学生 滑冰很出色 又很爱打曲棍球 于是将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 诞生了冰球运动 逐渐在北美地区受到欢迎并流行开来 成为了今天北美四大运动之一 也是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一 冰球场地是一个长60米 宽约30米的圆角长方形冰面 双方各6名球员要在规则范围内 将冰球击打进对方球门 最终得分多的一方获胜 冰球运动员通常都要全副武装 守门员的服装甚至看起来像个防暴服 其目的都是让球员在冰球 球杆冰刀和激烈的碰撞中 得到安全的保障 可见冰球比赛是多么激烈火爆 因此对比赛场地的要求必然十分苛刻 然而北京冬奥会的冰球场馆 却选择在伍科松体育馆进行 这里明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篮球比赛场 打冰球恐怕不太合适 你的冰球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画上场地线并铺设赛事标志 再继续制冰达到3厘米的厚度 一个标准的冰球场地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需要打篮球的话 冰面不必融化 只需要将平整结实的保温材料铺设在冰面上 再将篮球比赛的专用地板铺设在保温垫上 就能满足篮球比赛的要求了 而这个过程最快只需要6个小时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只买一张票 去看两个项目的比赛呢 同样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标志性比赛场馆之一的水立方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也将跨界变身为冰立方 成为冰壶比赛的场馆 相对于武科松体育馆的冰篮转换 从游泳池到冰壶赛道的转换会不会更简单呢 比如直接将游泳池里的水冻住不就变成冰面了吗 这个大胆的想法却得李永乐老师拦住了 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物理现象 叫做热胀冷缩 水满足热胀冷缩吗 如果温度比较高 水变成了水蒸汽的话 的确出现了膨胀 但是呢 如果温度特别低 水冻成冰 体积飞弹没有收缩 反而还会膨胀了 这就是水的反常膨胀现象 我们知道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的 相比来讲呢 氧原子对电子的吸引力更强 所以氧原子倾向于带负电 而氢原子倾向于带正电 于是一个水分子的氧原子呢 就容易吸引另外一个水分子的氢原子 因为一号电荷是相互吸引的嘛 这样一来 在两个水分子中间 就会形成一种化学件 我们称之为氢件 氢件是一种比较弱的化学件 它可以很快地结合到一块 又可以很快地分散开 因此呢 水就表现出很柔软的性质 在液态的情况下呢 水分子的排列呢 是比较无序的 所以啊 空隙被水分子填满了 这样一来呢 水的整体体积会变得比较小 但是如果给水降温变成了固态 那么一个氧原子周围 就会严格的 具有四个氢原子 其中有两个氢原子呢 是它自身的 还有两个氢原子呢 是另外两个水分子的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种 比较固定的结构 就是冰 结合成冰之后呢 因为一个氧原子周围 有严格的四个氢原子 所以它的结构非常固定 分子之间的间隙呢 比较大 体积也就膨胀了 这就是为什么水动成冰之后 体积会膨胀的原理 那么如果把游泳池里的水 动成冰块呢 冰块的体积会比原来的水更大一些 而且水的作用力主要是在横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容易把游泳池的池壁弄坏了 原来冰立方的水冰转换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首先要将泳池里的水抽干 将可拆装的钢结构 作为冰下主体结构 为冰湖赛道提供牢固的结构支撑 在钢结构上铺混凝土 再铺设保温层 防水层 制冰设备 最终铺设成四条标准的冰湖比赛场地 在所有的冰上竞技项目里 冰湖比赛场地标准是最高的 铺造一条冰层厚度8厘米的冰湖赛道 完整制冰过程需40到50次 每次制冰厚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 间隔时间4小时 需持续施工14天 制冰期间要保证冰厂的湿度在30%左右 冰面温度为零下6摄氏度时 方可进行冰漆喷涂作业 制冰全程使用净化水 其标准远高于饮用水 填满泳池的支撑架 要承受相当于每平方米150千克的重量 要求平面变形不能超过1毫米 这对游泳池内的支撑结构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正是这些严苛的条件 让跨界场馆成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赛场 为运动员们挑战自我提供了保障 运动员的跨界 展现了人类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 训练方式的跨界 融合了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 比赛场馆的跨界 则贯彻了绿色环保的奥运理念 正是这些精彩的跨界 让这个了不起的冬天更加值得期待 我对我看在这些公司的生活里一个公司的感觉 还是真心的一个微妙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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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